日如沖CRW 今次介紹一支很熱門的新玩具 就是Euromix 做的台灣製造的H&K VP9手槍 這支VP9手槍在H&K真槍家族來說都相對新 成計了HK45優良傳統 你看到柄柄都有風格 而可以轉大小的Grip 地方 除了背部這一片之外 這一片都可以轉後薄 今次出世就有兩個版本 我現在拍的這一支是正常版 一千元都不小 待會我會拍一支Deluxe版本 再告訴你加了什麼鋼鐵有什麼分別 由於它是拿了 license 所以所有Markking 這個亞洲版都齊在VP9 下槍身就是塑膠 上面就是一個鐵Slide 重量適中 不是超重的 這一支就是Deluxe版本 已經拆了槍 我現在用一粒細磁石 去表達給大家看哪些是升級了的鋼鍵 這個拆槍鍵 就是降的 在普通版本 就是沒有磁力的 不是降的 這個大家都是有磁力的 而取方面都已經是降的了 DX版本和撞針 不過我免得放下去 掉了很難 拆出來 而Slide那裏 最明顯的分別 普通版本是白點 而Deluxe 左手邊這個 是綠色點 就是一個降的晉升 有磁力的 前晉升一樣 都是有磁力的 那現在呢 我把一支槍放下去 就可以試槍了 那麼 彈甲方面呢 都非常像真的 可以拍一拍這支彈甲 那麼 這個反桿質感 可以說氣槍界來說 都是比較少見的 非常像真 像是一塊鋼的鐵皮 屈成的彈甲來的 一個H&K的風格 那撞了一條Slide 就將這個按鈕 撥回後 就可以試槍給大家看 盒裏面呢 就能看到這些配件 最粗和相對地較幼的 有一個S字在這裏 那就是 小和大 槍上面是中 那 好像蝙蝠翼 那這塊也是有尺寸的厚薄的 那上面 剛才我最肥 這塊 最薄 對了 都有一個S字在這裏 剛剛講漏了的 就是槍嘴這裏 有個內螺旋 所以這次玩滅聲器 就相對地便宜 只有一顆Adapter 扭上去 就可以玩滅聲器 好 現在試射吧 廣告時間 在視窗前 先看一看一些新產品 這裏是一個袖口褲 上班 穿西裝 這裏是 假的 不是真字彈Dirt 出來的 有興趣可以來看 這裏非常罕有 Pershmeyer 舊款年代 比Detonix 短Grip 這個價值不非 也很少數量 都千多元起 這裏是Detonix的真木Grip 又在美國製造 非常之小量 MP不窗戴 一些電木Grip 是AK的 試槍前 先示範 紅色光碟 扣了之後 就消失了 其實這些是真槍經常有的 但氣槍不是經常有的 對上那支很久之前的 Malusanne Volta P99 是有的 現在試槍吧 這個距離大概 三米半 先試一下 在打上面那張 黑色光碟 忘記了 噢 還沒拍完 對不起 先拍完 先拍完 這裏 Blowback 很重 原裝槍來說 非常之盡 我看到 大部份都一日二環 在那裏 好 試完槍 可以走過去看一看 我自己目測 最初的十分飛 就在這裏 之後我射得快 所以 手殘關係都打在這裏 所以 這支 我覺得 Blowback 和外觀質感 都非常高質素的槍 唯獨 Slide Release 應該有些問題 另外一支槍 也是曾經發生過 打打鬆了出來 Slide Release 可能Slide Release 彈弓 Sorry Mac Release彈弓 是可能 需要改進的地方 都看到 左右手殘容 Slide Release 對了 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CRW看看